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别来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我们来关注东欧的局势 首先我们要来看 这个经济相关的 一轮 欧洲貌然向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 会冲击世界经济 这个就让人家有点看不懂了 你不是要把它给搞垮吗 不是要让它断绝 跟俄罗斯的能源联系 要多买美国的 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又说这样的话 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 如果这样去搞 欧洲会完蛋 那大家要知道 美国首先剥削跟盘剥的是自己人 是自己小弟 这个圈层第一队列是美国 第二队列是其他四个昂萨国家 第三队列才是欧洲 日本 韩国这些 印度等是第四队列 那它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 它要吸的是他们的血 先要吸他们血来供养的 就跟他们养小鬼似的 养小鬼 养东南亚这种泰国小鬼 你是要供血的 终止晚上五夜十二点 割破终止第一点血在小鬼头上 他们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 他感觉到如果说欧洲 就这么被搞垮掉以后 对他影响是很大的 美国财长耶伦警告 若欧洲现实贸然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 进口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耶伦在新闻发布上表示 对俄罗斯实施全面能源禁运 需要谨慎 他表示欧洲中长期需要摆脱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但现实贸然实施能源禁运 如禁止进口俄国石油 可能无法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损害 还可能令欧洲能源价格上涨 推高全球的油价 耶伦表示 需要找出方法在实施禁令时 不会损害全球经济 欧盟成员国正在考虑 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禁止天然气进口现阶段难以实行 但可能会在稍后阶段提出 美国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 并限制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 但美国在经济上的风险远低于欧洲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并非在推动欧洲效仿 而是希望随时兼协助欧洲大陆 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这个东西大家就太明显了 现在如果说 欧洲不用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那么欧洲 它会出现严重的滞胀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滞胀状 触及滞胀 如果说那样的话 就会变成高级滞胀 这个滞胀跟那个滞胀是一个意思 我可以这样去理解 字不一样 但意思是一个意思 那你这样的话 你们经济会完蛋 你们经济完蛋 我怎么薅你欧洲的那羊毛啊 你要断不是现在 是今后 等我这边 这条供应链给你搞起来以后 你再去断它的这个 天然气跟石油 那到时候我既能薅你羊毛 我又能赚你的钱 现在如果说你贸然断的话 推高油价的话 我也吃不了兜子走 所以说这种算账的跟那些白宫啊 那些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那些只会说干话 美国其他你看那些部门都是说干话 我今天给中国施压 我明天警告中国 对吧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但是人家耶伦啊 犹太老婆子啊 他还是比较的会算账 他说你这样搞 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所以大家想想看 一切都他妈是深意 一切都他妈是深意 记住这一点 死去的那些乌克兰人 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他们只不过是个数字 是他们这些人 西方当政者的数字而已 对不对 真的 正像他妈是中国古代讲的一句话 一将成名万古哭 对吧 当然放在他们身上 每挣的一个美元 都是无数乌克兰人的痛苦堆积起来的 但乌克兰人他没有这种反思 我看好像在欧洲这些难民 还过得好像挺开心啊 都乐不思俗的堆积 所以说没办法 那你这个样子 普京只能摧毁你了 对不对 普京只能摧毁你 我们来看 尼加乌克兰安-26 军用飞机在乌东部坠毁 这是被俄罗 那现在这个战场上 他虽然说他没有及时的来回复说 是什么原因 尼加乌克兰安-26 军用飞机当日清晨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坠毁 报道说 根据乌克兰官方消息 坠机事故发生在乌克兰扎波罗勒州的扎波罗勒市附近 当地政府在及时通讯软件 Telegram上发布消息称 今天早上一架安-26飞机在扎波罗勒地区坠毁 有人愿上网 事件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你调查啥呀 你调查 那地方属于是俄罗斯控制区 你有啥好调查的 对吧 想都不用想 不就是俄罗斯给他击毁的吗 你好多人的飞机你会坠吗 不会啊 那俄罗斯把他给击爆了 又打爆一架飞机 估计这架飞机上面正在运输某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对吧 可能是西方的 这个军事援助 可能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今天我说过 早上我跟各位做过一集 我说俄罗斯对西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 你们如果有组织车辆来乌克兰这边来运输的话 直接就帮你打爆 不给你废话 那现在又打爆了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就是说 不要惹熊 俄罗斯新型弹道导弹 吓坏了英国人 那么 萨尔玛特导弹是世界上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导弹 能够战胜任何现有和未来可能制造的导弹防御系统 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表示 萨尔玛特导弹系统将确保俄罗斯的安全 并将迫使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三十 说到普京 我们要提前事情 很多人说 普京一些动作 很多人要说 普京是不是有疾病 台湾媒体最喜欢炒作做这个东西了 看到普京那个手扣在桌子上面 仿佛像在扣萨尔玛特的 那个核按钮一样的扣下去 对吧 坐在桌子上面 然后一直在吞眼口水 然后坐在那边 给他感觉像抽风的感觉 对吧 但实际上我看那个动作应该不像 他平时就这样 他心里是窝了一股火的 普京心里是窝了一股火的 这应该就是 这个奥地利总理 内哈尔默所说的 普京进入到了一种疯狂的战争模式 他的一种战争逻辑 确实没错 自己的士兵在流血牺牲 他不愤怒吗 看到这个乌克兰跟西方 干的这些屌事 他不愤怒吗 听到这些汇报以后 他不愤怒吗 当然愤怒 愤怒不代表说行动失败 或者说有什么挫折 而是说非常恼火 他妈的自相残杀 对不对 对普京来讲 普京他一直很明确 乌克兰他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他现在这种在这里自相残杀 你说他不恼火 说句实在话 我们要武统台湾 说实话我也开心不起来 这他妈就是自相残杀 如果说现在跟鬼子搞 打 那可以 那有的人说 那中国也是习近中国军人 你当兵的你怕死 你当兵的不上战场 你算什么党兵呢 是不是 怕死就不要去当兵吗 你也是在找出路嘛 对吧 所以说这种心情 我们作为中国人 不管你在海内海外 海内外 好吧 都是一样的心情 你觉得武统台湾 今天我们是在这里 今天叫嚣武统台湾 是吧 我们是在可以说 叫嚣这个事 我们是在催疼 对吧 但是心情大家会好吗 不会好 自相残杀嘛 但问题是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必须要这么做 为了他们好 必须要这么做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俄罗斯呢 现在它的这个军事力量 处于是 它的这个目标 是什么目标 我们再来看 俄罗斯国防部 俄黑海舰队护卫舰 使用四枚口径导弹 打击军事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 这个画面 俄黑海舰队护卫舰 使用四枚口径寻航导弹 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 俄国防部称 黑海舰队护卫舰 船员从黑海海域 向乌克兰境内 指定地面目标 发射了四枚口径寻航导弹 此前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柯纳森科夫少将 在记者会上表示 口径远程高精度导弹 摧毁了多大一个营的 敌方人员 及武器和军事装备 又是在大规模 在报废乌克兰军队 大规模在报废乌克兰军队 非常猛 但是这些消息 你在西方的媒体上 你是看不到的 明白吧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能知道 这是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死亡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 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 俄中部军区 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任务 是控制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 俄罗斯中部军区代理司令 明涅卡耶夫表示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任务 是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地区 这将得以建立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陆路通道 特别行动的第二阶段 已在前两天前已经启动 第二阶段的任务之一 是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 这将得以建立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陆路通道 这个是消息 那么老兵已经先于俄罗斯 这个司令部已经公布了这个第二阶段任务 它就叫第二阶段 那没错吧 现在他们已经证实了 就是属于第二阶段 那现在有一个情况是什么 现在有一个情况是 这个俄罗斯可能要吃掉乌克兰的赫尔松州 这一片它都要吃掉 因为有一个细节 在这个赫尔松州 大家要知道 这是乌克兰第一大粮仓 同样也是乌克兰地涅 薄河的出海口 那么俄军在这一块把它控制住以后 等于说把顿巴斯地区 跟克里米亚地区 通过这个赫尔松州 连接起来了 那么还有目前就是在向北部 推进和七部 尼古拉耶夫地区这些线给它推进 那么俄罗斯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把你的所有出海口 彻底给掐死 可能只给你留一个奥特萨 或者呢 奥特萨可能下一步也要给你吃掉 那基辅这些广大的这些乌克兰的土地 俄罗斯是不是不要的 那就是把你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那么有一个细节是什么细节 就是在赫尔松州的政府 它的办公大楼 市政大楼 把乌克兰国旗 拔掉了 插上了俄罗斯的国旗 那如果说 是简单的 暂时性的控制 这个区域 那么应该是 不会去插这个俄罗斯国旗 你只要俄军控制这里就好了 不需要什么国旗 但是把这个国旗插到了这个市政大厦上面去 这就耐能寻味了 那么再结合俄罗斯这个中部战区 讲了这个话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 可能乌克兰南部 俄罗斯要给它吃掉了 以后就是克里米亚 不会再跟这个俄罗 跟这个乌克兰有任何接触 本来呢 跟赫尔松州属于乌克兰的接触 现在赫尔松州被俄罗斯吃掉了 那也就是说整个乌克兰的粮食的出海口 和工业品的出海口 全部被俄罗斯控制 也就是说 以后啊 你这个进出这边都要给俄罗斯交 俄罗斯放你才能放 俄罗斯不放你就不能放 也就是说普京呢 他的规划很明确 就是彻底就把你锁死了 那你彻底跳不起来了 彻底的控制你这个国家 一步一步的来控制你 啊 这个是做长远打算的 所以这一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目前在这么做 啊 所以说呢 目前呢 我们可以总结为这么几点 第一点 北约跟西方 给乌克兰送的这些武器啊 进不进来 啊 送的武器进不进来 呃 不管是你是火车 还是卡车 汽车 什么车 这个车 那个车 那还是什么苍蝇啊 还是飞机 呃 只要是你进来了 俄罗斯就会把你给灭掉 那全部给你摧毁掉 武器进不进来 那么泽连斯基为西方要的这些 款子援助五百多亿美金 西方呢 口头答应了 但是说 不好意思 他说 呃 最近我手头也有点紧 我这钱我会给你啊 什么时候给我也我也都不知道 是情况而定 我都快穷了快接不开锅了 这么一个套路 那 这个款子进不进来 啊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啊 整体来说 欧洲的这个经济 确实非常差 缺能源 通货膨胀 很高 经济迁动到滞胀状态 啊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这边的军事行动呢 连连大劫 啊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打得很顺风顺 顺水 啊 这个核导弹也给你试射了 萨尔玛特 地球上最猛的 啊 也给你看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呢 对西方是不利的 我们可以从美国财长耶伦的 这个讲话当中可以听得出来啊 否则的话 他没有必要说这种 啊 示弱的话 对吧 他应该说你欧洲 可真人就跟他弄死 把他弄死得了 但他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那样子搞的话 对美国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啊 所以说各位啊 现在又传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由于通货膨胀太高了 不得不降低对华的 再降低对华的一些产品的关税 啊 所以你你你我 我们都能看到 在这里发生的这些事情 西方所谓的把俄罗斯搞垮 完完全全是一句牛逼 吹牛逼的一句话 啊 他谁都搞垮不了 他把他自己给搞垮了 他的释放的战略储备石油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把美国的高物价给打下来 尤其是气 有这个油价 啊 那欧洲呢 瑞典跟芬兰呢 又嚷嚷的要进什么北约 啊 把自己本来 俄国 啊 因为 表示 就是说对你的这个 啊 让你对他信任 他都不在这个地方部署重兵的 俄罗斯因为尊重啊 瑞典的中立地位 芬兰的芬兰化 他不在这个北欧这个地区部署重装甲部队 他只是部署一些导弹而已 但是他不不不部署那些啊 攻击性的那种重武器不对 但是现在呢 局面改变了 也许你可以加入北约 也许可以加入瑞典 但是俄国没准就会就会打你 啊 反正现在看普京那个状态 坐在办公室里这样 这样的那种状态 手抠的那个上面那种状态 反正他已经已经进了一种 很疯狂的一种模式 啊 就像我们打红色警戒 叫疯狂的一碗啊 尤里的复仇 应该不是疯狂一碗 叫尤里的复仇啊 加疯狂的一碗 随时拿拿跑把你给点了 随时对你进行心灵控制 随时对你啊 进行非常啊 恐怖的一种一种活动 啊 你也吃不吃不吃不准 他到底什么状态 但是我们看到 全世界人看到他那个状态啊 反正是进入到一种 啊 挺猛的一种模式了 这我这对世界来讲 是一个好事还是个坏事呢 你也吃不准 你说是好事 确实通过俄罗斯这样硬扛 确实啊 让美国的地位确实快速 快速被虚弱 但是啊 每天你保不起他 金抽入了 他真给你放河南 就说说不好 好 虽然说不好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点赞订阅计 谢谢